他农民出身 将小洗滴厂打造成年入三亿的护发素巨头 如今他的品牌已坚挺30年 只涨价了两块钱 被无数网友称为国货之光 他就是风花的创始人顾锦文 去年5月 网上盛传国产老字号护发素品牌风花濒临倒闭 创始人不得不卖惨直播来挽救企业 引得大量网友关注 虽然没过几天 风花官方就进行了辟谣 表示企业一切正常 并且老板忙着办事根本没空直播 但我们也的确不难发现 这个当初的国民级品牌 如今的存在感是越来越低了 那么 顾锦文有着怎样的白手起家奋斗时 风花如今的真正境况又如何呢 本期商江锦囊就来带大家走进顾锦文的创业故事 1954年 顾锦文生于上海市郊的一个农村家庭 别看他生在上海 在50年代的上海郊村 生活跟其他的贫穷山村也没多大区别 顾锦文家境贫寒 父母无力供他读高中 因此 顾锦文在中专毕业后就进入了社会打拼 早年的顾锦文一直在家里务农 创业似乎跟他一辈子无缘 但顾锦文显然生在了一个好时代 在他20多岁的时候 改革开放来了 改开 上海 这两个关键词结合在一起 那就是发财 顾锦文所在的乡村 在改开不久后就兴建了工厂 大量村民得以进厂工作 摆脱贫困 顾锦文也是其中之一 靠着工厂的工作 顾锦文很快改善了家境 不过他真正创业致富的机会 还得等到六年之后 时间来到1985年 此时的顾锦文已经靠着资历和热情 在厂里熬到了个小主任的位置 此时厂里突然来了个任务 那就是厂里要新建一个洗滴厂 需要一个干部过去当厂长 这听起来是个相当风光的任务 但响应的人却寥寥无几 因为过去当厂长就得自己担风险 厂里不少人自问没这个胆识和能力 不过顾锦文却认为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于是他便毛遂自荐 轻松拿到了这个厂长的名额 但等到顾锦文真的当了厂长 他才知道为什么同事们没什么热情了 85年末顾锦文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上海华银洗滴厂的厂长 不过等他到了厂里之后 他才发现这就是个几百瓶的空壳子 设备人员啥也没有 厂里给的经费也不多 的确是个烫手山芋 好在顾锦文天生乐观 认为这好歹是个创业的机会 便打算从零开始 把这个出生的小厂给慢慢养起来 顾锦文用为数不多的经费 买了几条洗衣粉的生产线 雇了十来号工人 就这样在四百瓶不到的小工厂里 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好在顾锦文知道了时代红利 八十年代的沿海省份 对于日用品的需求量颇大 顾锦文很轻松就能拿到订单 企业的生存问题是不愁的 不过顾锦文并不满足于这种情况 他也想像当时的创业者那样 把企业发展成百万乃至千万规模的大厂 想做到这点并不容易 至少他得有自己的品牌和特色产品 当时顾锦文的华银洗滴厂 只能生产一些杂牌洗衣粉 利润十分微薄 更谈不上品牌 因此如果想改变命运 就必须在产品上进行改革 抱着这个想法 顾锦文进行了市场调研 发现洗发产品正是时下热门 不过热门也代表着竞争激烈 顾锦文想要在洗发护发领域 干出点名堂 就必须得有自己的特色产品 经过一番寻找 他看上了蜂蜜 顾锦文选择蜂蜜的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性价比高 蜂蜜作为护发素里的营养素 不但效果上加 成本也相对低廉 更重要的是 当时还没有同行意识到这一点 顾锦文深知机会稍纵即逝 赶工研发出了蜂蜜护发素 并拿下了专利 大名鼎鼎的风花 就这样横空出世了 1990年 顾锦文将工厂更名为 上海华银日用品公司 并将风花护发素 作为全透产品进行宣传 顾锦文此时胆子还有点小 担心大肆宣传会引来竞争对手的打压 于是只敢先走低调和平价的路线 结果这种低调和平价 却给风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顾锦文给风花的定价 当时只有三块钱一瓶 这么便宜的护发素 自然也有消费者愿意尝试购买 俗话说 酒香不怕巷子深 起初消费者可能只是贪便宜买的风花 但买回家后发现 它的功效并不逊色于 其他所谓的大牌高端产品 于是物美价廉的风花 就这样在消费者群体里 自发传播起来 就这样还没等顾锦文反应过来 他就发现自己的产品卖脱销了 顾锦文大喜过望 胆子也大了起来 他开始高调在报纸和地方电视台上宣传风花 但他也没有因此膨胀 并没有给风花涨价 这一系列的宣传让风花顿时名声大噪 成为了评价护发产品的龙头品牌 就这样在1990年到1997年的时间里 风花都一直保持着稳定而快速的发展姿态 企业的年营收从最早的600万 攀升到了2亿 年产能突破万吨 俨然已经从当初的小透明 成为了一个喜护品牌巨头 不过在2003年之后 风花的高光时刻似乎就结束了 风花倒不是立即从巅峰陨落了 而是03年后新进的日化品牌太多 风头逐渐盖过了风花而已 这么多年来 风花一直坚持做护发素产品 甚至在包装上也没啥变化 难免会被人赶超 不过这也不一定是个坏事 顾锦文对自己的能力和野心 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认为瞎折腾 乱拓展不一定能起到效果 就这样稳定扎实地继续经营风花 风花也不施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就这样 在顾锦文低调又努力的经营下 风花虽说近些年来名头不响 但也一直有着自己的用户群体 产品也是在不断更新迭代 成了市场上的一块低调却坚固的石头 不过就在去年 低调的风花居然被别人给吹死了 从2022年3月开始 网上就不断流传 国产老字号风花濒临破产 风花创始人顾锦文 带着女儿哭穷直播等假新闻 顾锦文这是躺着中枪 只能无奈地自己直播辟谣 不过在看到风花平安无事后 网友们悬着的心也是放了下来 不少人都开始关心起风花的近况 以及日后的发展 顾锦文看到自己的品牌时隔多年 也能受到消费者喜爱 也是相当欣慰 当即表示 风花日后也会不断更新产品的工艺设计 未来也会尝试新兴地线上宣传 而价格则会一如既往地保持亲民 低调似乎一直是风花的代名词 但其官媒也表示 近年来风花会在宣传上下新功夫 那么各位认为 这个国产老字号品牌 会在新时代的宣传下 绽放事业的第二春吗 欢迎留言评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内容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